在台北市的中山北路上 市立美术馆旁 有一座外观就像童话里的奶油色房屋 却有着一段辗转的故事和命运 时间回到19世纪中叶 在沪伟正式开港运作之后 大稻城逐渐成为北台湾的商业中心 大稻城主要是收集台北蓬地 甚至包括大汉西山游的一些茶叶 来这边制造 制作完了以后它就被销售 所以这个地方就有很多的茶山制服 那其中呢就是一个陈朝俊先生 他的父亲叫陈玉璐 他非常有眼观 当时呢他就把他茶叶外销到爪哇 爪哇就是今天的印尼的地方 陈朝俊在父亲病室后 接管经营茶行 并担任台北市茶商工会的干事长 因此经常要往返台北 厦门谷浪雨爪哇三宝龙 需要一个能够招待客户和贵宾的地方 那陈朝俊呢 他是一个非常善于经营的一个人才 所以呢他就要想建一个别墅 那这个别墅呢一方面他可以招待外人 因为在大道神人家这个传统法制 他总觉得好像不够风光 基隆川队案 河景第一排 坐望台湾神社明治桥头 元山别庄 1914年全新完工 元山别庄与主人 开启了一个辉煌的时代 大概从1910年代到1920 你这一段时间是他的最辉煌的事情 元山别庄的周围 还有一座面积宽广的英式庭园 现在的美术馆和中山北路的部分腹地 都曾经在庭园的范围内 当年最流行的当然就是 引进这种欧陆西方式的这种建筑物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栋房子 它其实也是很典型的 当年在流行 日本时代流行的一个 仿欧的这种做法 气派的别庄风光落成后没几年 陈朝骏却因病过世 接着战争和经济萧条 陈氏家族搬离了这座庄园 战后立法院副院长黄国舒一家入住 却又因为卷入国光人寿案而搬离 袁山别庄终于在1979年由台北市政府接下管理任务 在美术馆落成后 以美术家联谊中心的身份对外开放 除了有展览空间也设有咖啡厅 而建筑物被保存下来的所有物件就是美学教育最好的展示 1998年 袁山别庄正式被指定为直辖市定古迹 古迹很重要 古迹需要有保存 要经常的不断的维修 但是呢 它所耗的费用非常大 经过修复后 由市政府老房子文化运动 委托厂商进驻经营和维护 古迹修复再利用的合作模式逐渐成型 未来袁山别庄将会定位成一座融合新跟旧的一个展演空间 那会选做艺文空间很大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过去这边曾经是艺术家联谊中心 其实它在这之后也经历了很多的经营者 那其中陈国慈女士当初是把袁山别庄蜕变成一座像是博物馆 然后改名叫做台北故事馆 那由我们经营的袁山别庄 我们将着重在更多不同领域的艺术创作 这个空间会非常欢迎像是这种形态的创意工作者来进驻 来做发表或者是做一些交流 餐饮跟附属设施我们的规划是在于说怎么去把咖啡跟艺术串联在一起 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我们自己是期许能够做得更好更精致更现代的思维去呈现 那也希望这个房子能够在我们经营下保存得更好 然后也可以让更多的人更多的民众知道它们 当我们真正能够进入到这个空间 我们完全能够想象古人们我们的先祖们在这边生活的一些情景的时候的那种连接感 我觉得是其他的那个老东西所完全没有办法所比拟跟达到的 所以这也是我们觉得那个修古迹跟古迹之后再利用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二十世纪初大稻城茶商陈朝骏所建造的圆山别庄 经过了一个世纪的风华和辗转之后 如今茶香回甘 在未来的更多日子里 将与台北人的生活历史息息相连 开展出更多精彩故事